如果我今天想不開 如果我今天活不下去 我一定會拉一個人陪我下去 我當時超恨的 超恨的 可是我恨完之後 我超感激他的 我可以不用再變謊言了 我這世人 我在沒有那一口氣之前 我一定會把所有外面欠人家的錢 全部還清 剩下七會數嗎 各十百千萬十萬百萬 對啊 好幾百萬的七會數 有賭才會贏 才會輸吧 怎麼還那麼快 不快耶 我已經花了十年 痛苦的熬過來了 還沒有熬過耶 你會恨當初爆料那個人嗎 我當時超恨的 可是我恨完之後 我超感激他的 而且我也知道 爆料的那個人是誰 因為那時候新聞爆出來 我真的非常想不開 直接打電話 我就跟他講說 三字經六字經 先問候他一下 然後我直接跟他講說 如果我今天想不開 如果我今天活不下去 我一定會拉一個人陪我下去 那個人一定是你 後來那個記者就直接跟我講說 不是啦 那個就是誰誰誰跟我講的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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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說 喔 好 OK 你不要 你最好祝福我 還能夠撐得下去 能夠走得下去 要不然 大家走得巧 他就把爆料的那個人 講給我聽 我就知道是誰了 我到後面我其實蠻感謝 爆料的這個人 也讓這個記者把新聞都爆出去了 不然我講真的 我現在雖然還債很痛苦 可是我那一個時候 有一件事情更痛苦 就是我要一直活在謊言之下 因為我要一直去跟人家借錢 但是我去跟人家借錢 我不能講說 我是因為賭博輸的 所以我要跟你借錢 我要編很多理由 講難聽一點叫做謊言 直到新聞爆出來之後 我可以不用再編謊言 我不用再去騙人了 我可以直接的告訴大家 對 我賭博輸了很多錢 所以我外面欠了很多錢 對 所以你說我會不會去恨這個爆料的人 當下很恨 但是其實也蠻感激他的 或是我們自己闖的 沒有人拿槍壓著我們 叫我們去賭博 自己闖的話 就要自己去負責 自己去挖的洞 就要自己去填滿 人生不過就是這樣子 我不是什麼真男人 我不是什麼男子漢 每一個為家庭努力付出的男人 都是真男人 都是真漢子 我這世人 我在沒有那一口氣之前 我一定會把所有外面欠人家的錢 全部關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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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是 我是不想說 你不要再回來 我也要找人家 打到死人 找人家 加點 我